美国年底大选 台湾各界关注选举结果 特别是谁当选总统 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祝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以故李登辉前总统创立的台联召开记者会 呼吁台湾民众以及美国的桥民 支持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2017年年初就任总统之后 美国与台湾关系屡有突破 包括同意F-16V战机等对台军售 以及通过多项对台湾友善的法案 今个月上场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 更加在1979年台美断交后 访台官员当中陈级最高 被形容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 而美国再过两个多月就大选 有学者认为 特朗普对北京强势 如果连任对台北有利 近日美国有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领先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 司徒文预计拜登可能胜出 又认为虽然过往拜登被指立场救出北京 但现时情况已经有变 也有学者认为拜登比特朗普何靠 拜登大概可以让欧洲的国家跟美国恢复关系 真正要对中国大陆制裁的时候 是比较有一致性的 他也说特朗普为了扭转选情 会刺发继续在疫情和台湾问题上刺激大陆 无线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不得